國際疫情方面,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全球新冠確診個案連續第2個星期上升,而南韓累計感染人數突破1,000萬大關。唐紀藍報導。 世衛組織最新數據顯示,上個星期全球確診人數上升7%,連續2個星期上升,但死亡率下降2成深。 當局說西太平洋地區是上個星期唯一染疫人數增加的地區,按週上升2成1,相反歐洲的確診數字就保持穩定。 南韓星期二新增超過49萬人確診,累計確診個案突破1,000萬宗,相當於接近2成的人口染疫。 東地衛生部門表示,在Omicron BAE變異病毒株廣泛傳播之下,疫情仍要一段時間才能緩和。 由於重症病例和死亡人數激增,當局下令全國60家火葬長延長營業時間,同時指示1,000多家殯儀館擴大設施。 英國在兩年前的今天首次封城,不少民眾今天帶上黃色屍體,舉行悼念活動。 手上約翰遜也泛民悼念死者。 英國累計新冠死亡人數接近16萬4千人,在繼俄羅斯之後,歐洲最高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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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